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第一式太极拳启示 下面我为大家演示第一式 好 下面呢 我为大家进行分解太极拳启示 他的动作 首先是两脚并立 两手自然下垂 头顶上旋 就是头顶的百慧学与混音学上下对立 也就是立身要中正 两手自然垂立 两手的合固学 朝两左右两边 中子与我们裤中间的裤缝 然后两肩 两垮 两膝 同时 往前裤 裤的同时就是我们熟的合固学 有两边 裤的同时 朝前边 都知道要裤 它的裤这个幅度 不能太过了 过了以后 两手的合固学 就相对了 这个就为过了 这前边就卡死了 也就是前边 在两手往前边裤的同时 做到了前边虚 后边实 咱们都知道前卫阴 后卫阳 此阴虚阳实 然后注意的就是两肩 两垮 两膝盖 这三个部位 同时 往离裤 这就是咱们说的 含胸拔背 含胸拔背 他的意识并不是上下相拔 在两肩 往前裤的同时 两肩拔开 两垮 拔开 两膝盖 往前裤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肩垮 同时 这个部位 同时往离裤 后背 拔开 含胸拔背 含胸拔背 主要就是肩部到垮部 他的部位 要两边朝前边裤 要拔开 好 咱们下面往下走 然后呢 第二步 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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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垮 就是咱们的垮 就是松垮的同时 右膝 微曲 左腿的脚尖 点地 然后垮 咱们就是 咱们都知道杠杆力 这个腿 左腿不是抬起来 而是压起来 来 看这个垮的部位 在这个时间的肩垮要放松 并不是有些坐的时候 屈膝松垮 肩又合了 部嘴前仰后合 左腿 左腿压起 两手自然垂立 然后左腿旁开 45度 脚尖落地 这个距离刚好是欲尖同宽的 落地之后的脚尖先点地 脚跟随后落地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 立身要忠正 不会出现前和后仰 下一步 在屈膝松垮的同时呢 就是两手要自然蹭开 蹭开 蹭开的同时 就是膝盖 肚嘴超过脚尖 两手 蹭开的同时呢 然后身体拔起来 并不是两手扑起来 而是身体 把手带起来 然后寒胸 收腹 这时候 尘尖坠肘 松垮 来 这个动作到了 到了之后 这个动作 一定要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 也就是 两肩 两腰 膝盖 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三软 就是肩软 第一个是肩软 肩它不是软 而是塌了 有些人说肩松了以后呢 肩不往前面 后肩蹭不开 就是说的蹭 其实就是捧进 把捧进丢了 是不是 你看往下落的时候 有些人手背 它全部松下去了 全部松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两肩 一点力量都没有了 这个首先是要 为什么要说呢 前面要裹呢 裹了以后 你看里边 两手背的里边 它是沉紧了 沉紧以后呢 外边是松的 里边是紧的 里紧外松 外表 为什么太极拳 看着外边是松的呢 叫人感觉到 看着很松软 其实它是骨骼在藏 筋骨在藏起来 往下一落 你看里边 沉紧起来了 外边呢 肉松了 跟人感觉到就是 太极拳是软绵绵的 其实里边是沉了 这个里紧外松 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 太极拳练的是一个 内方 内方 外圆 其实骨骼蹭的以后 就是方的 骨骼 而且外边是松弛的 就是太极拳练的 为啥要圆 这个圆啊 可不是纯腿的一个弧形的圆 它是叫蹭圆 这个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再一个就是腰 腰软 腰软体现在哪一点呢 就是咱们从侧面 来看一下 在屈膝松跨 下去的时候 寒胸收腹 平常咱们站的时候 腰部是塌着的 是咱们正常的情况下 在身体起势 成势的时候 这个后背 它上下 层直了 这个袜的 腰的部位 袜的部分呢 它层直了 就是层起来了 其实就是 两垮内扣 膝盖内扣 这个命眉 两个命眉的地方 一定要层起来 就是 腰不软 它层起来 其实就是 说白了 不是 层进有了 就是捧进有了 腰的捧进也得有 这个时候 体现出 这个屈膝松跨 立身中正 这是 在练习起势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这一点 第三点呢 就是膝盖 膝盖部为软 膝盖部为软 就是咱们的膝盖 要是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 屈膝松跨 马上有些 腿就软了 你看 这个是 什么都没有 完全就是 塌下去了 对 你看 有些一站 往着 两边一站 膝盖也屈膝松跨 它也松了 也下去了 但是 腰也没起来 腰也松了 腰一松 捧进也没有了 膝盖呢 它就是软的 它没有撑进 这个 膝盖不能软 就是 膝盖要 要捧进 要起来 往下 蹭了 就是 跨松 一定要 蹭起来 蹭的时候呢 就是两脚的 大拇指 一定要 内侧 要用力 外边是松的 离紧 外松 就是手背 刚才咱们说到了 手背 也是 离紧 外松 两手 内扣 里边 紧了 蹭起来了 就是 捧进 有了 外边呢 肌肉要放松 这个膝盖要想挺住 要说不软 就是两腿的内侧 两膝微微内扣 两脚的大拇指 微微抓地 脚趾抓地 前面这个三角形 蹭起来了 蹭起以后呢 就是 里边紧了 外边松了 三角形 蹭起来了 这个膝盖 就不会出现 膝盖软的问题 就是 咱们这个启示 所要注意的 这三个方面 就是 肩别软 腰别软 膝盖别软 能注意到 这个方面呢 再注意一个问题 上下 上下 要相随 这是 太极犬入门 所要注意的 就是 这些问题 上下相随 咱们在启示那一点 一定要注意 就是 在曲细松跨的时候 你看 曲细松跨 两手 分开 只蹭开 像伞一样 蹭开了 来 曲细松跨 两手 蹭开 这个是不是 上下 属于蹭开 蹭近 起 然后起的时候呢 可别是 手起 有些是光手起 伸不动 这个起的时候 要用膝盖 把它蹭起 你看 膝盖起 身体起了 把手带起来了 然后内扣 一定要注意就是 上下相随 左右相随 这是要注意的 这几个方面 大家注意了以后呢 这个起事才能做好 下面呢 我再从头到尾 再把这个起事 和大家再做一遍 好 这个起事 今天呢 就为大家 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